明天中秋节了,喜欢吃柚子的朋友要特别注意 现有皮肤科的医师就提出警告了 如果您是用双手来剥柚子的话呢 那柚子皮上的化学物质可能会导致这皮肤过敏或是脱皮 那么晒到紫外线还会产生色素的沉淀 所以最好呢是戴着手套来剥柚子 不然的话呢就是剥完要马上洗手 中秋月圆人团圆在吃个柚子一边聊天实在非常惬意 不过就有皮肤科医师提出警告 如果用手剥柚子很可能会造成手部过敏或是脱皮成为富贵手 除此之外很多暗门的女性朋友剥完柚子 如果没有马上洗手也可能会在手上产生斑点 里面有个化学物质 如果说你剥了以后没有洗干净 晒到紫外线它会出现斑门电源 或一条一条的这个所谓的色素沉淀 也有许多家长会把柚子皮做成帽子给小孩子玩 但是也要注意避免让表皮面接触到皮肤 以降低过敏的机会 如果要剥柚子也最好戴上塑胶手套 或是剥完柚子马上把手洗干净 才不会一个中秋过去 先前御手就多出了许多毛病 那一条中心 当然 所以我